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顾名思义 常量及固定不变的一质量 变量是会随着变化而变化的位置量 其实常量和变量我们生活中都有接触过 我们来看一下下边的两张图 左边是两个容积固定的水平 平时最大的装水量是固定不变的 所以最大装水量是一个常量 右边是正在燃烧的蜡烛 蜡烛的高度会随着燃烧的时间越变越短 因此蜡烛的高度就是一个变量 有的同学可能会有这样的疑问 常量是已值的 变量是未值的 我是否能通过某些因素将变量转换为常量呢 当然是可以的 我们通过下边的这个例子来寻找怎样将变量转换为常量的答案吧 一只一只铅笔售价2元 那么购买N只铅笔需要花费多少呢 从中可以看出铅笔单价2元 这是一个常量 购买N只铅笔的总价是个变量 总价会随着购买数量的变化而变化 但若已知购买的总数 则总价就会是个常量 因为它是个明确的数值 比如我要购买6只铅笔 那么我花费的总价是不是已经很明确了呢 没错 很明确就是12元 在变成中也可将变量转换为常量哦 同学们请看屏幕 我们一起来解读程序 这是一个命名为A的变量 然后给变量复制为E E是常量 最后通过数码管显示变量的内容 大家猜一下 最后数码管显示的是字母A还是数字E呢 是数字E哦 因为需要将数码管接入主控器 所以我们来了解一下设备的接线过程 先将装入695号感电池的电池和连入设备 然后将WiFi模块 连接主控器的7号接口 接着将数码管接入2号接口 完成接线后就可以通过数码管显示数字信息了 大家根据本节课的顺利 动手时间吧 在变量区域 我们新建一个变量 变量命名为A 然后我们将变量设置的方块拖动至编辑区域 将变量复制为数字E 因此我们在数学区域 查找到该指令方块 设置为数字E 通过数码管显示变量 程序指令就变成完毕了 让我们点击运行按键 看一下实际效果 其实 常量与变量是相对而言的 就像蜡烛 在未点燃之前 它的高度不会发生太大的变化 但是一点燃就会随着时间的逝去 越变越短 在蜡烛未点燃与点燃的这个过程中 可以划分常量与变量 理论讲完了 也进行了事例操作 希望同学们能够动手创建 并删除一个变量 给变量复制并通过数码管显示 删除变量的方法为 在变量区域的指令方块中 点击建立的变量 即可重命名或删除变量 敏住 三中 三中 一 万 二 一 三 四 三 四 六 四 五 三